有整个月没有上载羊毛毡系列的影片 今次会继续分享动物家族系列的羊毛毡公仔 今次的主角就是做白领上班的兔爸爸 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去片啦 我先已经剪好了一个桃圆形的羊毛毡 羊毛毡4cm,长4.5cm,厚弱1.8cm 首先我们用双头针或者粗针 将桃圆形上半部分的位置收窄 加回兔仔头的形状 之后我们开始加短纤补充毛 进去桃圆形下半部分的位置 开始塑造兔仔面形和嘴部的外形 继续将短纤补充毛剄到兔仔鼻梁的位置 永远 用短纤白色毛刺下去兔仔面部的位置 小心避开刚才刺的嘴和鼻的虾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已经将兔仔面部的位置都刺了短纤白色毛了 用粗针刺一粒兔仔眼部的位置 我已经将两只豆豆眼睛黏了下去兔仔眼部的位置 将浅粉色的短纤毛刺下去兔仔头部上面的位置 刺好之后就开始处理兔仔头后面的位置 将长纤补充毛刺下去兔仔头后面的位置 令兔仔的头刺成一个圆形头体 继续抓紧粉色的短纤毛刺下去兔仔脸压两边的位置 将少量的粉红色毛刺下去兔仔鼻的位置 将心粉色毛刺下去兔仔嘴部哈门的位置 将短纤白纤毛刺下去兔仔眼珠四周的位置 再用粗针刺出兔仔眼的外形 我已经将兔仔的眼睛和头部已经刺好了 现在开始制作兔仔身躯的部分 将一块长纤补充毛捲起来然后开始把它刺索 当长纤补充毛刺到半结实的状态的时候 就将兔仔的头部和身躯结薄在一起 之后我会将短纤补充毛在兔仔背部的位置 令到它结薄的位置更加自然 然后将短纤补充毛捲起来 现在开始制作兔仔两只手 将一块长纤补充毛捲起来然后开始刺索 制作兔仔身躯 10块长纤补充毛捲起来 兔仔两只手就完成了 将短纤白色模捲起去兔仔身躯前面的位置 現在將兔子兩隻手接到兔子身體的上面 在手和兔子身體接駁的位置,加上小梁的淺粉色模,令接駁的位置更加自然 兩隻兔子手就接駁在兔子身體的上面 現在開始製作兔子兩隻腳,拿一塊粉色模,捲成一條長條形,然後刺緊 將一邊的無端刺緊,形成一個腳板 做出太多的腳板調整體,先ə切成一個腳板 可能是已經有水3塊,扇小梁,下汗 然後刺緊,損傷了太多,在尖尖身體,損傷了太多 再次處理下一個腳板,塞尖身體,損傷了太多 然後再打拒絲,損傷了太多,對手要保存起來 在西方,再打擒絲,損傷了太多,對手要保存起來 兔子两脚完成之后就可以摘到兔子身躯的上面 加少量铁粉色毛在兔子大腿和屁股的位置 加少量铁粉和屁股的位置 兔仔整個身軀就差不多完成好了 現在加回兔仔的眉花給他 拿小量的白色卷卷毛搓成一個波 然後跟進兔仔屁股位置 現在開始做兔仔倆的耳朵 把小量的白色卷起來 然後開始刺殺 把白色毛刺到兔仔耳的形狀 跟好兔仔耳朵外形之後 就把白色的短纖毛刺到耳朵中間的位置 然後把後面的浮毛剪掉 兩隻兔耳朵滑個怪就完成了 現在就可以把兩隻耳朵跟進兔仔頭的上面 好極喔 終於是 最後我再加了少量的淺啡色毛在兔仔屁股的圍結 現在開始做兔爸爸的公事包 將深深色毛攪平它 然後醃成一個長方形再用五口針刺緊它 薄荷菜 醃油 配off 處理 鹽 醃油 一桃子 鸡力 就在筷子 從筷子 就很好 动物家族系列的兔爸爸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